在花莲的东华大学的学生控诉说他租房子 但是房东很担心地震后房价会跌 就急着要卖房 所以即便违约也要请他们赶快搬走 不过房东回应这个是基于安全考量 另外也有网友在论坛写下 花莲因为地震没有观光客 当地业者干脆出租民宿当宿舍 一个房间9000元租给学生住 同时还不准申请租屋补助 这被认为是不是赚灾难财 对着镜头无奈诉说 张同学是东华大学学生 租屋住在寿风厂的智学新村 花莲强政和余政不断 但自己的房东却因为天灾地变 急着将房产出售 请学生赶紧搬走 无奈自己就读法律系对租 契约也是束手无策 房东回应一切都是安全考量 不过律师建议若遇上提前终止合约 可以要求赔偿责任 如果房东仍然执意要提前终止租约 那么对于房客因此所造成的损害 例如要另外找房子的费用 或者是赞助旅馆的费用 相互赔偿的责任的 有人担心财产缩水 有人却被同学抱怨 是不是在赚地震财 有网友在论坛上写下 因为地震没有观光客 当地业者干脆把民宿当作宿舍出租 价格贵桑桑 一个房间将近要九千块的天价 还不让申请租屋补助 大赚灾难财 在透天的部分是供不应求 那变成大家又想要找比较矮 矮的房子是透天型的 住的他会觉得比较安心 但是因为大部分别墅型的房子 原本就已经有自己的自住户 房屋市场供不应求 业者分析地震前 如果想做一个十到十二平的 单人套房 价格大概坐落在六千块钱 地震过后价格变成七千多元 虽然有同行房价上涨 但也有好心业者看到学生没房可住 背包客栈大降价 让学生可以好好休息 安心读书 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度过难关 华新闻综合报道 您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